新八市中學習男人 因為聽請有的問題 和這個社區主委 極元壽 正在對方騎駕 處罵頂的水塔 一樣放鳥漆油 雖然那些祖母發言說水質怪怪 不過一直到有一樣 正感死去之後 才發言這件事 現在檢討去送這個男人 像地殼的男人很熟悉 掛手籠 手提不得辦來到老罵頂的鐵柱 今天像早就傳好生了 他來到這個老罵頂的水塔 塞下去把補充裡面的東西 加進去水塔裡面 只是說這次沒有 剛才讓生他們的主委 他們牽手看到 他還要快點通知 他們公子上樓來抓人 主委的家屬猶豫說 對方不是第一邊來下手 因為這半年來 他們家裡的水質 都經常出現狗猶豫都會起爐 原本是想說這應該是水塔 要夾到洗整個邊 不過在裡面 所以發現說有很多這個 垃圾東西 後來他有去通報警方 來把所情送減減 才發現說這些殘留物 裡面有鳥漆油的生粉 後來祖母把水塔給塞起來 還加重減減 在這邊 這個陷害犯是 插槍給他招牌 等等去讓人站起來 重新犯前对社区公共设施的问题 所以对阳性的被害人心生不满 始装有不明物质的宝贺品 然后被害人家中所使用的水塔倒入 事情就发生在新北中河这大大楼 警方表示跟议员说 希望在自己家的这个平民车位 改造旗海车位 不过去让主委和官委会给他寄策 这会这样心情不缓 想说要来报告 他还把监风表示说 他是在做算而已 里面是他放肥料 不把他放这种头尿器的尿器油 不过监风不相信 也是同样叫风海公众饮水桌 把他起锁 他这种学报道